开辟智慧 获得光明神 必赛诸沃道 通达善区门 善区门里头 第一善区 就是 极乐世界 我们看念老的周期 前面的两句 开辟智慧 获得光明神 言 这左右 就是尖 顾常语 言代表尖 这个尖 就是我们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看法 对世处世界 一切乏的看法 独角经 常语 佛经里面 常常用比喻说 般若如墨 虚度如麻 六度六波罗米 六波罗米里头 般若波罗米最重要 那为什么呢 它是智慧 七语五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这五种 如果这五种里头 没有剥弱智慧 所修的是佛报 人天佛报 如果有智慧 有智慧是什么 你修前面五度 不执着 修五度的下 就是说 不失 我不把不失 放在心上 不失完了之后 心地清新 不放在心上 这是不如 持戒 也如是 持戒 不做持戒的相 执着就坏了 分别就坏了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忍辱 也如是 精进禅定 通通如是 这里都有不如 那就是菩萨 那就是菩萨所修的 法门 这六个是纲领 每一样里面 都无量无边 你的不失 无论是才不失 化不失 无为不失 无量无边 众生 得不失的 利益 做这么多好事 如果放在心上 心就笨然无了 智慧就没有了 不放在心上 是智慧 心地干干净净 也称不然 做无量无边 功德 这个陈旧 成佛 国地上 累积的 功德 叫 急功累德 是这么来的 我们一般人 通常都没有 剥弱指望 干这事情 要记在心上 还有干这事情 还记出来 找个本子 记出来 那叫 功功歌 我每天 做多少好事 做多少坏 不好的事情 记出来 两个做比较 这是什么 断卧修学 初步用这个方法 用熟了之后 就不能用了 为什么 要升级 这是小学生做的 到大学生 不要了 到菩萨 不要了 菩萨 断卧 不做断卧的想 修善 不做修善的想 心地永远是 清净 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这是菩萨 所以这个比喻 比喻的好 中门 长云 中门 禅宗 禅宗里都成熟 参放 序句参放也 看教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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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言 表薄弱之正见也 这个一言 就是菩萨 菩萨 参放 是参数 就是 参访 高人 向他请教 你一遇到高人 你要没有智慧 通通坐下 那么高人 对你的开始 对你的说法 全变成知识 为什么 不开悟啊 你着想了 如果不着想了 非常可能 几句话当中 河然大悟 为什么 他心清净 平等 居而不明 所以就参放也 就是 不如不如 这是参许 就是 求教于 高人 下面呢 这是次一段 看教 教是 经教 看教 就是读经 看经 读经 看经 要没有定会 不会开悟 所以看教 我们讲吧 读经 为什么要 一门甚入 常识寻书 这就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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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门 你的注意力集中 一门甚入 常识 神修是 它是修定的 一天 看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像看大街 花园街 一天看 八个小时 看一遍要多久呢 差不多要二十天 二十天看一遍 一天看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经历分量大了 九十九卷 如果 要不着想 不把他放在心里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心底干干净净 一成不染 你问他 他什么都知道 你不问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确实如此 他得定 这个定 叫华颜三位 他是 看华颜经修定 那我们现在看 无量寿经修定 我们看 华念族老句寺诸诸节 得定 叫念佛三位 这是念佛法 三位成 心底干净 智慧渐渐透 不定什么时候碰到了 大迟到 就明信渐渐了 明信渐渐就毕业了 就成佛了 所以这是要有看教业 看教业 简单说 我们也常常说 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懂你 这叫看教医 不懂你 不懂你 对 我